摄影机的镜头本质上是一块凸透镜 透过镜片的光线会被折射 交汇于一个点 这个点就是焦点 我们知道近视是因为物体反射的光 经营眼球的玻璃体折射后 焦点呈向在视网膜之前 视网膜无法形成清晰的影像 近视的人看东西就模糊了 摄影机也是这样 焦点所在的平面成像是最清晰的 但这不代表焦平面以外都是模糊的 可以是最清晰 很清晰 有点清晰 勉强看得清楚这样的排序 这段清楚成像的范围被称作是景深 可以理解为是清晰的景象 在纵向上的深度 不在景深范围内的物体 画面的成像自然就是不清晰的了 如果用同一部摄影机拍摄 影响景深的要素是 镜头的焦距 光圈 和拍摄体的距离 焦距越短 景深的范围就越大 而长焦镜头则能把拍摄主体 从模糊的前景背景中剥离出来 镜头的光圈越小 景深越大 背景就越清晰 但是对灯光的要求也更高 摄影机里拍摄体越近 景深的越浅 根据这三个要素 可以利用公式推算 从不同光圈焦距下 镜头对应的景深 如果我们又让 两个不同距离的物体都清晰 对焦点一般取在 它们的前三分之一处 每个镜头的前端都有个对焦环 摄影师可以通过 拧对焦环来改变焦点的位置 而景深的范围 也会随着焦点一起改变 如果拍摄主体的位置 在画面的纵向深度上发生改变 为了让观众时刻都看到 转到清晰的拍摄主体 旋转对焦环 让焦点和景深也随着 拍摄体一起改变 这就要收到以前剧组里 最苦逼的两个人之一了 根焦远 这个职位一般由摄影大阻挡了 根焦远的任务就是 通过旋转对焦环 让拍摄主体在画面中保持清晰 有专门的根焦器 根焦器上的齿轮 会带动对焦环转动 单反镜头对焦环的卡尺 凹出程度没有电影镜头的高 需要加装一个卡环 不过有时候也不用加 根焦远要依据 不同焦段光圈下镜头的景深 了解焦点大概的清晰范围 然后改变焦点 让拍摄体一直保持清晰 现在大多根焦远都是看了 监视器根焦 有的监视器上 还会有焦点参考 不过严谨的根焦 还是要根据拍摄体的距离来根焦 专业的剧组在彩排结束后 会在拍摄体的几个重要位置点 放点坐标提示 一般都是有万能的大立焦 组成的T字mark T的下端就是朝向 接着用测距仪 或者是皮尺测出距离 然后根焦远提前记好 这几个位置点 画好刻度 正式开拍时 旋转根焦器来根焦 有一些很牛逼的根焦远 不需要几点 只需要看一眼 野员的位置 就知道焦点应该打到哪里 接着说要根焦远 为什么苦逼 他的任务是非常重的 因为大部分观众 看视频的第一反应 是视频是否清晰 而不是光线构图什么的 脱胶的画面和模糊 其实也不太一样的 形容不来 用之前我认识了一个导演的话讲 就是 你这看到我想死 然后这就又要说回 景深山要素了 物距 焦距 光圈 近距离拍摄 对焦难度大 长焦距镜头 对焦难度大 大光圈镜头 对焦难度大 如果要缩小光圈 则意味着要增加灯光 然后就会听到一句 难考内面 说个题外话 经常有人问我的口音是哪里的 我是金华了 家里肯定是半小时的车程 除了景深三要素 最折磨更焦源的就是长镜头 演员不停地改变位置 焦点也要长时间地跟随着演员 一般来说摄影和更焦都是熟冷 而且大家对更焦源还是比较狂荣的 但如果一直脱焦 或者在一些拍摄成本很高的镜头上 失误的话 现在的许多视频拍摄者 对更焦很陌生 是因为现在的手机和单反 都带了自动更焦功能 当影视行业大多是没有自动更焦的 并不是自动对焦low什么的 单纯是因为现在的自动对焦技术 还是没有更焦源好用 准确 自动对焦和更焦源并不是对立的 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升级的技术可以让更焦源更好的控制焦点 但还是无法做到完全取代 毕竟机械可无法理解导演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